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月二十二号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到4.75%至5%之间 为2007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媒称美联储在通货膨胀与金融不稳定之间走光丝 正在进行一场赌博 高盛集团将未来十二个月美国经济衰退概率提高至35% 硅谷银行倒闭引发全球银行股板块强烈震荡 瑞士第二大银行 瑞士信贷在财报证自爆重大缺陷 三月十九号 瑞士联邦政府宣布 瑞银集团将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第二大银行 瑞士信贷银行 造成瑞信发行的一些类似可转债的产品价值清零 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 瑞士在债券和股票市场上苦心打造的避风港形象回鱼一旦 之后 德意志银行陷入金融动荡风暴中心 干行股价连日下跌 数据显示 三月以来德意志银行股价下跌超26% 虽然相关国家试图平息危机 但国际平息机构目的认为 欧美银行业动荡恐不会马上停止 这场被寄传导的更广泛经济领域的风险正在上升 拜登政府能否妥善解决硅谷银行危机 它并没有癌细胞扩散到每一个投资组合 所以是感冒 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这次癌症在哪儿 就是美联储和它财政部的癌症 监管永远是落后于市场 欧美笼罩金融风暴阴云 恶性循环能否破解 你情绪的泡沫 最终会变成金融的泡沫 在美国没有一家银行 可以抵挡挤兑的 实际上自08年以来 每年其实都有银行倒闭 可能有大量的中小银行 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是一个表面上的平静 一回戏谈BK 欧美银行香气爆雷 会引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吗 一回戏谈 有大大财 好电器 格力上 欢迎收看格力电器 独家贯连的一壶一席谈 哇 一扎眼 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几家银行轮番地倒下来了 倒闭了倒闭 清算了清算 你再看看瑞士 欧洲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这到底怎么回事 再扎眼 我们在下个月 还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我们请到几位银行界的 包括金融界的大咖 都来到现场 一开始我请到常见的四位嘉宾 可不可以说 接下来 另一场金融危机已经来临了 用你的手牌来告诉我 是不是已经来临了 三 二 一 来 厂中央的四位嘉宾 怎么那么巧 这两边的是说 有可能金融危机已经来了 这两边说不用担心 刘盈 你在担心什么 请讲 我认为它是系统性风险 签名银行它关闭的 给官方给出的结论 就是系统性风险 而且硅谷银行 我认为并不是个例 所以可能有大量的中小银行 存在类似的问题 你一听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但是有人觉得说 不要紧张 美国很有经验地放轻松 真的是如此吗 赵凡 我这样思考 如果把一个人先放在 45的暖气房里面 很热 然后再把你淋下10度的 冷气房里面 谁都说不了 这就是世界经济 先由于疫情 美领储无限量化昏昏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现在又是历史上 几十年以来连续的 十次加息 谁都说不了 比第二呢 每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有很多细胞死掉 每天都有很多细胞产生 只要你机体 本身是健康的 so what 银行的人 都是精英啊 他们对于利息的变化 对于这个期限错配的变化 对于这个产业波动的变化 应该都有预判 结果都导致 轰然倒塌 自己好像全然不知 我相信他不可能 全然不知 这么被动的倒下 显然是危机的开始 这是危机的开始吗 滕泰呢 滕泰 你看起来比较淡定 欧洲的和美国的这两个 是不同的故事 首先呢 硅谷银行呢 它是一个 不能是 不是系统性风险 但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 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局部系统性风险 等一下 滕泰 我来挑战你 我们这画面上来看到 如果是像你所说的 它只是个局部性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银门银行 硅谷银行 还有签名银行 相继清算或关闭之后 直接看到的就是 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 把美国银行业 它的展望评级 从稳定下调为负面 如果它只是所谓的局限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呢 不论是银门银行 硅谷银行 还是签名银行 它都有某种特点 是一个小银行 资产配置领域比较专业 比如说硅谷银行 投了很多的数字资产 还有一些风险投资 那么签名银行的话 可能投了一些富人的地产 等等 它有比较特殊性 但是这些特殊性的 局部的系统性风险 如果不加以救助的话 有可能扩散 现在的话 美联储已经出手救助了 应该说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真的这件事情 如此云淡风轻吗 马上我们要跳到上海现场 请出的这位嘉宾 连线的嘉宾是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教授 前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 胡杰 胡杰兄 这件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实际上自08年以来 每年其实都有银行倒闭 那么有的时候是几家 有的时候十几家 有的时候二十家 多的时候四十多家 实际上不足为奇 那么重点是要看什么呢 看的是这个 这样的这个流动性 冻结的风险会不会传递 蔓延到整个系统 或者相当大一部分系统区 从目前来看 由于救助比较及时 及时地杀住了流动性恐慌 导致的这样一个银行瘫痪 所以说目前来看 没有出现这个系统性风险 相对来说 我觉得局势已经基本上受到控制 上海这位朋友说 没有系统性风险 他指的是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随后就会有一批银行倒下 当然我们也指的是 有重量级的银行 确实呢 银行和其他的市场主体一样 这个中小的 今天死 明天又生 这是自然的 但是我们这个 硅谷银行是第十六大银行 它规模也不算很小 并且它承载着创新 高科技 这个风险资本 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这样一个载体 它的倒下显然具有代表性 就硅谷银行这件事情而言的话 一方面的话呢 是美联储的宏观政策有责任 就像刚才讲的 2000年的时候大规模地放水 短短的两年的时间 硅谷银行的存款总额 从600多亿美元增加到将近2000亿美元 增加了三倍 增加了这么多的存款的话 它没有那么多放贷的需求 30%去放贷或者投资 60%都买了美国的国债了 然后这个时候又突然加息 把国债搞亏了 那你说这是谁的责任 但等一下 我们不能停留 再看到目前 我们要往前推 接下来呢 我们来引画面上 所看到的就是财长耶伦 他说你们这些倒闭的银行当中 高管要负责 同时他把矛头对向了监管机构 我们想问一下 美国的金融监管 是不是产生很大的问题失灵了 刘英 我认为是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特朗普时期 他为了促进基金增长 他不仅把煤炭这些 所谓的煤炭的化石能源开放 而且他放松监管 2500亿资产以下的银行 全部放松 也就是实名开外的银行 5000多家全部放松监管 我认为是存在监管的 失责或失职的问题 美国他各大派别 互相指质 也能指责美联储 民主党说是共和党 在特朗普2018年 他对Dot Frank法案 他的roll back 他的撤回导致的 而共和党说是民主党里 成天稿可持续发展 成天稿多样性导致的 这个经济学 人性啊 经济学经济周期的产生 是人性导致的 你情绪的泡沫 最终会变成金融的泡沫 你这个经济雄环 就在一个泡沫破灭 一个泡沫 这是正常的 就像人出生死亡一样 但是偏偏这次不一样 偏偏来了疫情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你是美联储你怎么办 你是美国柴职部你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认为他们错了 因为人是有限的 但是画面上你就会看到 所有的媒体都在追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硅谷银行 在短短48小时内倒闭 这速度太快了 我要跳到上海现场 胡杰一定有话要说 胡杰 我好奇的是在你 第一次知道这个硅谷银行倒闭 是透过什么管道知道的 是内幕消息 还是透过媒体 当然是通过媒体 我现在不可能有什么 不可能有什么内幕消息 对 所以我觉得呢 没那么多戏剧的新的东西 要说其实它这个 我总结就是 它是一个优等生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实际上呢 就是说 硅谷银行是个非常优秀的银行 40年来 它做的这个业务啊 扶植了很多的这种科技公司 它功不可没 那么但是它犯了什么错误呢 这是一个挺低级的错误 它收很多人的存款 而这些人呢 这个比较 画像比较一致 存款同起同落 这个都不是问题 存款上来的很多也不是问题 一时投不出去 没有那么多的项目可放 那么它买了国债 这也没有错 国债是全世界 没有违约风险的 这样一个产品 它的流动性也非常好 想放就放得出去 就能卖出去 但是它跟所有的产品都一样 有一个共同的风险 就是叫利率风险 那么这个 因为有这个风险 我就不去买它了吗 那倒也不是 其实呢 你买了之后 如果发现利率环境在变 你做个对冲就完了 大学一年级的 你这个第一门课 就可以讲这个东西 它是我们所谓的 大学101的课程 然而很遗憾的是 这些高管们 也许是 就像刚才一位嘉宾讲的 人性蒙了心智 这个贪婪 让他们忘记了 最基本的对冲的法则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其实 硅谷银行是排在 16位的所谓的九富盛名 低公合银行 也是所谓的优等生 但是他们同样犯 同样的低级错误 我认为不是的 的确他们可以 做一个利率调期 来对冲一下利率风险 它在这一点上 可能有它管理上的不善 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 政策的失误 所谓的政策失误 美联储从去年3月份到现在 连续加息九次 就像刚才赵白老师讲到的 你原来是特别火热的 零利率的 大水慢灌的 所有的 可以 我们说这个货币如水也好 货币如蜜也好 它是 所有的行业都是分布的 存在大量的商业银行里面 那从负债端来说 从负债端和资产端 两端来挤压银行 挤压所有的银行 特别是中小银行 和区域型银行 刚刚美联储说 认为我今年只能增长 0.4% 它在衰退的路上 经济在下行 当然这些储户是取钱 尤其是科技公司在取钱 我认为所有的可能都在取钱 负债端又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一端挤兑 两端挤压银行 银行很难存活 刚才这个负债老师讲了 说大群一连级学生就会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给你500亿美金 你能管吗 你保得住吗 你保不住的 所以刚才负债老师 从他经济学家的角度 讲是对的 但他看低了资产管理行业 你从500亿变成2000亿 那是需要更高的专业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调器 他不去做 因为他判断不到 他宏观错了 如果你去看 硅谷银行本身的管理情况的话 他的左边的资产端 一直是盈利的 经营状况非常好 他这次出问题 主要出在他的负债端 那么这样来说 你要说他完全没有 这个管理经验的 倒也不是 那个确实 这个让我去管500亿的话 我不知道管不管得好 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 美联储在这个 加息减息这个问题上 确实做得不怎么样 尤其是从2021年 2021年 其实二季度的时候 美国的通胀就苗头了 但是他们一直呢 视而不见 还是掩耳盗铃 当时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一直说不愿意面对这个通胀 行动太慢 错过了 最佳的控制通胀的时候 这一点比我们中国大陆的政府 要差很多 我们过去40年 经历过N轮通胀 仅仅过去20年 就经历过三轮通胀 03年 07年 10年 每次只要CPI 一破3% 中央政府立马会采取行动 多管齐下 那他这个行动的话 首先是慢了 至少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真正的加息 是在2022年3月份才开始 加了0.25个点 然后到6 7月份 又开始猛加 一不错 就造成不不错 不过回到这里 我更关心的是 刚刚邵鹏在回答 他说了一句话 你说等着看好了 在接下来的短时间 会看到更大的机构 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这是维言耸听吗 你有逻辑吗 你有逻辑的判断 是哪里来的 至少会有三五家 继续倒闭 是大型的机构继续倒闭 大型的 你的判断来源是什么 从16往上数 现在在现场 我们大家对 这是一个宏观治理问题 看来有共识 宏观问题呢 有宏观的原因 也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 就是说金融是经济的血液 它或者阻塞 或者断流都不行 宏观上出现了堵塞 就是说它大规模的 发行货币和扩大赤字 想把这个钱投出去 让市场提振 但实际上这些钱 显然堵在了银行和投资机构 那么就随之造成投资机构和银行的堵塞 而这个实体经济并获不到要投资的钱 这也出现了断流和堵塞 所以宏观 中观和微观都堵塞 这个病人病倒了 这个银行的数量在不断变化 这是一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还是从事情的从头说起吧 就是刚才你的问题是说 会不会还有一些个比较严重的大银行 出现倒闭 出现一些比较让我们吃惊的事情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08年以来 欧美对于银行的监管是大大的加强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巴塞尔协议第三个版本的落地 这个对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和流动性覆盖率的要求是大大提升 第二个就是在Dot Frank法案出台以后 其实很多的相关的运营指标也都大大提升 18年的时候 所有的银行分析员 对于这个行业的健康状况有个评估 这个评估就是总体还是比较健康的 我觉得总体给定这个银行比较健康的情况之下 又有合理的救助措施在旁边待着 是不会出现行业范围的系统性风险的 而即使如此 胡杰是乐观的 但是邵鹏跟刘英一直到现在是摇头的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我们可以要继续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加入我们PK两列 掌声鼓励 待会见 他透支的是什么 是美国的国家性 美国的衰退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概率事件 当下已经没有办法了 拜登说话了大屏幕 这么讲一下就完了 那有很大的比例 是出口到美国也不发 所以你有很多的美国客户 对 所以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付款 付款 会被这件事情会也波及到你是吧 对 因为我其中也不发一些刚好融到 比如说某个品牌已经融到八千万美金的新型品牌 我很担心 比如说它的势头很猛 但是我投入了我相应的机器 我的设备 我的人力 我的物力 我投入了 我希望赚回来 但是它的牌子 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波及到相关方面 对 他的担心难道是过分的吗 我找一个华尔街的朋友来回答你 马上我们跳到在纽约现场 Winsure Capital创始人级首席投资官胡刚 胡刚 他的担心你怎么解决 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 最主要的在银行业是信心的问题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家银行 最起码在美国没有一家银行 可以抵挡挤兑的 如果大家对它都没有信心 任何一家银行在美国都是倒闭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肯定是重塑信心 那么如果跟08年相比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世界政府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我觉得下一步的 其实是政府要找一个例子 让股票投资者 也能把钱拿回来 那这样呢 这个信心就重塑了 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不觉得银行的存储账户 会有任何的问题 等一下 讲到这个时候 我就要完了问你了 现在两个专家给你两个不同的信息 胡刚说 从他的判断 其实美国的银行体制包括存储这个部分 你要有信心 这就是现在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但是依凡告诉我们 等一下 在确认信心之前 你更要注意的是 接下来的风险 可能还会不断地出现 这个时候你相信谁呢 我相信自己对客户的一个基础的信息 其实他的挣扎 就是现在很多投资的挣扎 我到底该相信这个乐观片 还是信心派 没关系 我们要看谁呢 白宫主人到底做对了什么 还做错了什么 您在画面上看到了 在银行危机发生之后 美联储的动作 250亿的美元融资计划 还有和财政部联合声明说 银行的储户 可以支取所有的资金 任何损失 不由纳税人来负担 所以有人就说 你看 这就是拜登他非常棒的 及时果断行动 真的如此吗 一凡请说 这事其实是有一点悖论的 美联储如果出手的话 是可以制止住这行银行危机 和这场恐慌的 但是代价是会创造出 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 如果银行都觉得 反正我闯多大的货 最后都由美联储 或者是财政部来兜底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冒无限的风险 冒无限的风险 最后总有一天是 美联储和财政部都兜不起 最后这个事也会很危险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美联储和财政部 不断地兜底的话 它透支的是什么 是美国的国家信用 也就是说在透支美元的信用 那你说在透支美元的信用 和拯救美国的银行体系之间 这种两难选择 到底选什么 选一个就会牺牲另一个 就说这次就是道德风险的问题 说这个救助就一定是 会产生道德风险 这个可能 但是这次我觉得是 大大的改进了 这次救的是谁 救的是存户 所有的股东 股东都已经 将会受到惩罚 高管将会受到惩罚 所以这样一来的 实际上在运作过程当中 谁该负责 就是股东和高管 他们在这次救助当中 他们不会受益 他们全部要受到惩罚 可能就是晋升出户了 我的理念认为 我就认为 存户就是应该百分之百的保护 通过保险和通过 联储的流动性救助 他们应该得到 完整的保护 因为他们不是在银行里面 管运作的 他们应该保护住 但是对于银行的股东 特别是控股股东 和高管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觉得这样的救助 是应该的 耶伦说 因为有一些银行联盟提出来 说能不能把我们所有的银行 保到两年期 不可能 刚才我非常同意 一凡老师的 你会出现大量的道德性风险 为什么当时不难 可不肯救这些大的 什么所谓的集团 他当时就 AI机是这样讲的 他说AI机比雷曼大一半 而且它在全球 130多家国家分布 差不多美国劳动力市场的 三分之二都涉及到 如果不救 大而不能倒 那我们就会垮它 引起更大量的危机 所以这一次 我承认美国这一次的救市 的确是 就是速度之快 力度之大 而且用药之猛 前所未有 但是它只能去救这几个 它不可能救所有的 5000多家的中小银行 不可能会引发 处待危机的情况 比较一下 08年金融危机和这一次 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 它建管 由于联邦没有建管保险的 也不建管对冲基金 他们把这个房地产无限潮高之后 变成了一个个的癌细胞 扩散到世界上 每一个投资组合 这一次不一样就在于 它银行体系本身是健康的 硅谷银行的错误是干案 它并没有癌细胞 扩散到每一个投资组合 所以是感冒 感冒是可以治好的 邵鹏营里是感冒还是癌症 肯定是癌症 上一次08年的金融危机 是次贷危机 你说是癌细胞 这次大家都说 你看银行的报表还很健康 都倒了都倒闭了 还健康吗 那种健康 就好比这一个人的 各种指标看着健康 第二天毕命了 这还健康吗 那么这次癌症在哪 就是美联储和它财政部的癌症 在哪呢 它在大放水 扩大赤字 增发货币的时候 它说 我们这个经济产值 其实不用覆盖 每年增加的债务的规模 只要覆盖债务的利息就可以了 它创造了一个理论来多发展 你只要挣出利息就能借贷 能这么考虑问题吗 你总要还本 它把还本的事先搁到一边去了 这不是它的财政的癌症吗 刚才几位嘉宾谈到 就美联储加息导致了很多银行的经营困难 这个事情你要怎么看的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美联储加息是个周期性的动作 这不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那么把利息加到百分之四点几 甚至到五 甚至到六 有没有先例 有的是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作为银行来说 它本身在它做压力测试的其中一项 就是当美联储提息的时候 你的这个经营情况会怎么样 能不能应对 就像是冬天有一个壮汗 他感冒了 然后他说是因为冬天的温度太低 可是你看这小子 他这个光着膀子在大街上走 这是他自己光膀子的问题 你怎么能去怪天气 那个温度降低了呢 美联储加息是一定会到来的 而且是周期性的会到来 你为什么去怪美联储呢 那个你自己银行没有把风控做好 犯了那种低级的错误 大一回去重读吧 等一下等一下 胡杰骂的不是光那个少鹏啊 也不光是这个大一的同学 现在包括你所熟悉的 美国的前劳工部长都说话了 他说你在这个时候加息 你解释玩火啊 没错啊 这个美联储在加息的时候 它有个权衡 因为它的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稳定下来 然而我们知道价格的 这个就是通胀的这个压下来的时候 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缓慢 也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当下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牺牲一定的经济的增速 牺牲这个可能的这个失业率的上升 去达成这个目标 如果不达成这个目标 历史证明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美联储加息控制通胀肯定是 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一个目的 但是呢 银行界由于它加息减低信贷 减低银行界的承担的风险 是它加息来影响经济的一个手段 是一个途径 是一个channel 所以呢 市场其实做出了一个决断 就是说以前觉得 美联储可能加息要加到6% 才能够把这个通胀压下来 但现在市场认为呢 只要加到5%或者5.25% 就有可能把这个通胀调下来 这是这个逻辑 它其实是一个途径 它还是要解决通胀问题 我不认为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就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做法 你这里边加水加面加出问题 应该再弄个盆解决这个问题 美联储它在预测通胀的时候 就出现过错误 它认为不会过度通胀 通胀的时候 它就认为说 这个通胀很快会消退 它已经犯了判断错误 怎么能说没有错误呢 等一下 腾太 腾太请讲 腾太 就是它美联储这个加息啊 动作慢了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节奏掌握得不好 但是不能把所有这些 微观上的原因 都归纳到这个加息上面去 而且我也不认同呢 就刚才您啊 包括丁教授的判断 说美联储继续加息 我认为它加息的那个效果 正在悄然显现 可能这次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后面的加息会放缓 来 刘英 他会今年还会接着加息 因为美联储的目标 就是要把通胀 CPI控制在2% 但现在2月份还在6% 所以他自己今天的表态也是 我还需要继续加息 虽然他说的有一点鸽派 就是把这个持续加息拿下来 我认为硅谷银行的倒闭 改变了美联储的加息路径 因为在这之前 我们大家都预计是这一次加50个基点的 突然降上25个基点 我们也预计到了 那实际上就是因为 他担心流动性危机 引爆美国的银行业危机 引爆金融危机 所以带来的 这是你们两个经济学校的PK 有没有人愿意帮美国 在基层的声音说话呢 来 你看这里就出现了 美国的最新调查说 有将近7成的民众 担心的是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失去一届 这些反映出什么呢 一反 一般央行加息的直接后果 就是虽然可以把物价降下来 但是一个附带损害 就是经济要衰退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美国老百姓就会不愿意 但是美国老百姓 也出了一个非常很难的情况 就是说你没有猛烈的升息的话 通膨胀不会消去的 不会下来的 而且现在又有这么严重的 地缘政治冲突 使得整个的全球产业链中断 那么你的价格根本不可能 就这么轻易就下来了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竞争因素 美国国内的两党斗争的这种因素 加在一起 通膨膨胀应该是个比较长期的现象 美联储如果不继续升息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近期内美国的小银行借贷一定会减缓 它要自己整顿 要自己看自己的账 所以它不会像以前那样借贷的 那么这种减缓借贷 在近期内一定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也就是说在近期内 美国的衰退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概率事件 长期来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银行什么风险都不愿意付 那么借贷成本就会很高 如果你把它完全监管住了 它的借贷成本完全升高的话 美国的生产力和生产的潜力 这是五到十年的问题 就会大大的下跳 这不是一个短期六个月到一年的问题 这是五到十年的问题 所以说我的个人观点是 美国会喊很多监管 但是最终一定是监而不管 金融的这个文明显然已经被击破了 随后的危机还会显现 硅谷银行的倒闭 其实是美国收割全球的一个战略布局 它只是一个棋子 你说每年做割韭菜是扯淡的 瑞士在真正的割韭菜 瑞银的问题是这个管理是不善的 赚钱无力 丑闻不断 基本上2013年你大概都不看到 这个公司就已经不太行 真的假的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瑞银他同意收购瑞幸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讲说 其实这才相比硅谷银行 瑞幸才是更大的一个雷 那么这个爆雷来讲 其实在内幕消息都知道 我们今天的嘉宾当中有一位 他曾经就在瑞幸工作过 他有独家的消息要爆料 是不是这个丑闻 他好早就知道了 不是这两位 也不是这三位 而是在美国现场的胡刚 胡刚你曾经在瑞幸工作多少年 工作了三年吧 工作三年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瑞幸的 我是2013年离开的 2013年 该不2013年你就已经知道了吧 基本上2013年 你大概都不看到 这个公司就已经不太行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么其实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瑞幸是被监管死掉的 为什么呢 08年之后 那当然是有了各种各样的危机 大家都看到了 监管加强 但是所有的瑞士的银行的监管 是特别的特别的烈 直接结果很多 以前我们可以做的生意 就不能做了 那个时候在这个商业模型 你完全没有办法 跟美国的银行去相比 美国银行没有什么监管 所以你就做不过他们 你再强也做不过 第二个原因 人才流失 为什么呢 你既然好的生意都不能做了 你就要做其他的 比别人冒风险的生意 那瑞幸当时 还是有比较好的交易员的 那交易员 我记得非常清楚 2011年的时候呢 大概挣了很多钱 但是呢 在发奖金的时候 瑞幸的这个总事会就说 由于是瑞银 08年被政府救助 所以我们在发奖金的时候 要对瑞士的人民负责 那好了 那挣钱这些人不是瑞士人 他是美国人 他是英国人 他是法国人 他为什么要对瑞士人民负责 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 就我离开的之前一年 美国交易 就是产品交易部 那都是一年 挣几十亿美金的部门 所有的资深教育员 在一年之内全部离开 全部走了 好学生全都跑了 剩下的人 还是在跟别人做竞争 还在处理风险 但都不是会管风险的人 所以呢 后来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胡刚我可以这样讲吧 十年前 你未卜先知 就已经算到今天 瑞银的情况 所以那时候你还好跑得快 要不然你今天 可能位子也不保 要被歼命了 对 现在我们正在帮很多 留在那儿的朋友找工作 对 听说那些留在那边的人 很多人都要想跑到新加坡 香港去找工作是吧 对 美国也有 美国也有 他们会踩很多人 等一下 我要跳到大海现场 胡杰一定有话要说 胡杰 我好奇的是 这次对瑞幸被瑞银收购 雷已经被拆掉了吗 如果对比美国的银行 双方之间差别 在哪里 你在担心什么呢 应该说雷已经被拆掉了 因为就是说 首先瑞银由于种种丑闻 使得她可能 面临流动性的挤兑 瑞士央行出手 给了500亿的流动性救助 这是第一步 紧接着 从根本上解决 她管理不善的问题 通过并购的方法 把这个问题 也给她解决掉了 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子 所以说瑞幸的问题 我认为就已经解决了 那么这个她跟美国 硅谷银行共性就是 他们由于不同的原因 出现了流动性的可能的危机 有的是现实的危机 有的像瑞幸是可能的危机 这个时候呢 都是由央行出手 提供流动性救助 阻断了流动性危机的发生 也阻断了流动性恐慌 向其他银行蔓延的路径 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瑞幸的问题 是这个管理不善 赚钱无力 丑闻不断 而这个硅谷银行呢 它的情况是属于 刚才讲的低级错误 就是它对银行的存款 的大起大落 没有一个良好的应对 忘记了自己大学一年级 学的对冲的这个法则 这是两者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风险没有结束 风险只是刚刚开始 我觉得其实这个 硅谷银行的倒闭 其实是美国收割全球的 一个战略布局 它只是一个棋子 它用一个硅谷银行 这种的小银行 类似一个足的那种棋子 换了一个瑞幸这种 世界第五大财团的这种 这种一个大银行 它通过硅谷银行的这种 爆雷 有可能未来引爆 整个欧洲欧债的这种危机 因为它美国的 美国央行我觉得整体 其实它有三个思路 三个职能 一个是控制通胀 一个是就业 还有一个就是收割全球 收割全球 它就是通过 现在的这种加息 然后资金回流回美国 就像割韭菜一样 然后它再去 再去通过它的扩张 再去减便宜的筹码 你说美林处割韭菜是扯淡的 瑞士在真正的割韭菜 它为什么要割韭菜 因为它是个小国家 它两个银行加在一起的 资产负债表高于它的GDP 对它太重要了 它在割韭菜 但是割韭菜是因为 它传统的对它的银行的信任 它的保密法 Dodd Frank法案 以后大家都在学 这个时候瑞金的倒闭 确实是林企士就住下了 Dodd Frank法案 2010年等等 然后大家都知道 它是个大陆法系的 它的证券是不行的 银行资产高于证券资产 所以它证券 证不过美国的 所以我不同意 我胡刚的观点 这三个原因 导致它这样做 这样做股东 即使投票也会同意 因为按照法律 它股权低于这个债券的 现在是债券没有了 股权还有 但是瑞士它耍赖了 投票都不投了 瑞幸收购案 在全球的投资界 引起很大的争议 认为说它创下了两大先例 这两大先例 第一个是 它并没有开跨国的股东大会 另一个就是 它的债权风险比股权大 一下子注销了 160亿的瑞郎AT1债 也就是持贷者 它血本无归 这两个做法会不会破坏了 法治跟市场的规则呢 邵鹏 请说 邵鹏 我们中国经常有一个词 叫特事特办 这个就是 它这样办法说明 它已经急眼了 而且刚听胡刚讲 好家瑞幸跟开黑店一样 这样的银行 除了正常金融业 我还干了很多非法的 这个兵面以下的这种勾当 它现在不特事特办的话 可能更加糟糕 你看 黑店出来了 勾当也出来了 接下来大家就很担心 这个黑店还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它这个金融的文明 显然已经被击破了 随后的危机还会显现 邵鹏 所以从你的角度 你的逻辑会觉得 这件事情不是单看银行 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 波及到瑞士整个的国家形象 政府信誉 美国的政府信誉都设计 所以我们要求它在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 要对外溢效应 要充分评估 他们现在的账到底是黑账还是白账 要告诉这个公众 也许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说呢 在这个尤其瑞幸出事情以来 它跟这个硅谷银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 就长期的经营不善 加上在个别大扩货的风险上控制不好 内控出了问题 没有对冲 造成了这个连续的经营亏损 然后呢 在去年和前年 又有一些泄露客户的 这个资料的这种事情发生 还有在俄乌战争的过程当中 放弃中立的态度 冻结了很多富人的银行 等等造成了很多存款的流失 流动性的这些问题 所以综合这方面来看的话 造成这个一个结果 已经是很难避免了 现在都共同的 共同认为救助 已经是赤膀上阵 大家都同意这个 危机时刻已经没有办法了 短期解决了问题以后 后面的话呢 会在刚才前面 迭加那些声誉 国家信誉 银行信誉方面 会带来长期的一些负面一下 好 来 胡刚要做补承胡刚 请说胡刚 我说那个瑞幸 瑞士在这个银行界 本来早就已经不是他们的龙头老大了 但是现在他的金融 其实他是去吸引很多对冲基金 用他的低税 他其实是现在跟新加坡 新香港在比较 很多人 很多欧洲人愿意到那去开 他的开那个对冲基金 因为他税很低 所以这是他的做法 那回头呢 讲一个 我想讲一个 就是说 我非常同意大家观点 就是说瑞士这个政府 作为他的信誉 肯定是受到了损失 但是呢 这其实是影响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那市场呢 其实在很大一段时间 就咱们看到的是 市场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的情况下 市场一般都是在看短期利益 所以呢 在市场在看短期利益 每天在看短期利益之后呢 到最后就损失了所有人的长期利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各个政府 不仅是美国 欧洲 瑞士 哪个政府都一样 都在用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力量 来影响市场 来指导市场 这过去 这个我们说西方经济学 金融学可不是这么讲的 要充分发放市场作用 导致我们都说 中国都要在市场配置 这个作用上充分发放市场作用 实际上两只手啊 政府和市场都不可或缺 西方的这个政府的作用呢 实际上也不需要更多 它充分地披露信息就可以 请把瑞银瑞信和硅谷银行 这个签名银行那些账啊 赶紧给公众公布一下 我要看报表 来 我要听的是 你听完之后呢 你对你美国客户会讲什么呢 你听完之后你担不担心 你的出口会受影响 有 但是我前面在第一次您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了我的比例 45%是出口 55%是国内 我可以游刃有余 游走于两个份额比例 拿捏平衡它 来维持我公司的一定比例的增长 你看他的回答 游刃有余的游走就代表你是鸡蛋放两边 对 这就是面对风险的时候 很好的一种 对 储存之道 对 你那些的美国客户 也有很多是华裔的客户 他的钱现在都放在美国的银行 还有放在瑞士银行的 怎么办呢 有个好方法 叫他们钱 我要帮我们 我是来自香港 要帮香港讲话 把钱转存到香港 现在自香港变成全球财富中心 No.1的机会来了 不相信 我没有数字来说话 我转到在华尔街市场的胡刚 胡刚 是不是有很多的客户 现在把钱从放在美国银行 欧洲银行都转到香港银行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在美国本土呢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发生一个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美国的这个银行监管 不是25万美金以下 是这个国家保证的 所以如果你有钱 在某一个银行里面 超过25万 比如说你有40万 这个银行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自然把你那15万 在另外一个银行 给你开一个户 给你放进去 所以现在银行 美国的很多小银行 在做这样的应对的措施 以保证他的这个银行储蓄 不要大量流失 确实现在在某一种危机感 但是大家也在想出 各种各样的办法 那么离岸或者是美金 或者是资产离岸 这个肯定也还是在发生 危机来得非常之突然 而且风险非常之大 如果没有信心 的话还是那句话 任何银行都会打 美国的自身抵抗力很强 但是它有可能会引爆 欧洲的危机 乃至亚洲 那中国面对这个加息的情况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各国的央行在拼命的救世 你看3月19号 美联储与欧洲的央行 英国的央行等等 对不对 3月20号开始 把美元标售 从每周一次改为每天一次 互换的额度将至少持续到4月底 来缓解全球融资市场的压力 流动性因此可以解决吗 刘盈你在担心什么 请讲 解决比较难 其实这个事情是在 2013年的12月31号 这六国央行当时也是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08年之后 紧接着09年就是欧债危机 其实并没有解决 全球的流动性危机 所以那个时候签署了 我们互相之间 可以无限可以进行货币互换 那这一次是从每周提到每天 正证明了全球的流动性危机 已经出现了 他们为了防止 进一步的流动性危机 引发银行业危机和进入危机 所以他们提出来 从每周的互换 提到每周的互换 实际上它是必要的 因为危机来得非常之突然 而且风险非常之大 所以他们必须力度更大 手段更好 然后更快捷地去救市 好 我一定要问少鹏一个关键点 少鹏你刚刚引用了 美国部分的经济学者 是大胆地判断说 如果在短期当中 再来一个美国或欧洲 大型的银行机构 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 全球的金融完了是东倒西安 就如果真的再发生 你刚刚说的 你说在短期当中还会再出现了 会发生 还会再发生 如果再发生怎么办 第一 这个会更深刻的总结教训 第二还得继续采取 并购的办法 第三还得吞下这个苦果 对 我看看 胡刚那边有没有独家消息 胡刚透露一下 你们在华尔街 应该有最新的消息吧 我觉得最主要的 像我感觉到 最主要还是肯定是信心了 因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还是那句话 任何银行都会打 那么如果真的是再有一家 我觉得美联储减息 两百个基点 就是从5%减到3% 所有的资产都没有问题 所有的银行都就会减息 会的 会的 会降息的 这是最后一次加息 我认为如果再发生 大的银行倒闭 美联储不会让它倒 财政部也不会让它倒 大的它不一定不会让它倒 会带来 大而不能倒 就是产生系统性风险 我觉得解决的手段 第一呢降息 我非常同意胡先生的讲话 另外一个方面 他可能会进一步地再扩表 我们看到3月15号 这一周的时间 其实原来美国是 接近9万亿的资产负币表 它已经缩到8.3万亿了 因为它这一年的时间 但是就这几天的时间 一周的时间 它迅速地又扩表了 8.3万亿提到8.6万亿 3千亿的 也就是这3千亿 它又注到市场上去 2008年只有7千亿啊 是的 是的 所以它的危机 不是暂时就停止的 这个是它自己的 因为它这么多 再来发生那种情况 让中国的银行去收购 对 对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 我们的20国集团 原来从98年99年 是央行长财长会议 到08年提升为领导人峰会 就是因为这些危机 他们央行长 无论如何这20国集团 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升格为领导人峰会 赶紧你拍板吧 我们到底就是多少 当时的4万亿 其实不是为了救我们 救我们是一部分 也是为了救美国 当时中国真的是参与 就是提供流动性 对 包括他们给我们打电话 这一次有可能 如果出现大面积的 中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我认为中国一定会去参与救市 美元这回的加息 实际上在它加息之初 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 应该都知道了 并不是说 硅谷银行一家的问题 因为美元我个人认为 还会继续加息 它不会停止的 现在大家知道 欧盟也在加息 不但美元在加息 欧盟也在加息 世界都在加息 最后一个加息 可能是日本 那中国面对这个加息的情况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好 哪一位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腾太 请讲 我觉得美国的加息 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它的通胀的话 会自然下行 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中国 我们也应该汲取教训 经济形势不断地 在发生新的变化 传统的监管手段 已经跟不上这些变化了 老的资产废治方法的话 也会遭遇到新的风险 所以必须从宏观上 可微观上跟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 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商业银行 全世界的商业银行 他们的个体的经营模式当中 都有内在的脆弱性 这是第一 第二 银行与银行之间 它又天生的 由于它的信息不对称 是天生的可以将恐慌 从一个传递到另一个 这两者叠加 个体的脆弱性 加上风险的恐慌的可传递性 导致了所有的商业银行 都永远面临着系统风险 那么因此我们的监管 我们的风控 必须的紧密地跟上 千万不能优等生犯低级错误 我们在对银行 对这些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 这个宏观政策 跟这些微观控制之间的关系 你比如原来硅谷银行 它买了很多的这个债券 比较稳定的这个资产 这就是 那你说从银行的操作来说 不算是不合理 挺合理的 但是恰恰是在 这个央行 美联储 大幅的几次升息之后 会使得它的这些资产的价格下跌 使得它资产的 整个银行所拥有的资产的能力下降 这些事情 其实是在过去 搞银行监管的时候 是思考不到的 我们首先要看美联储 和美国财政部 在2008年让林曼兄弟倒闭 这次又让硅谷银行倒闭 就是市场的力量 还是最主要的 就是像瑞士那样 做它的投机 它在割其他国家的韭菜 它对自己的国家 它是市场化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发挥市场的力量 消费者的力量 我们要走市场 就像李强总理在 他部会上讲的 我们要走改革 吃改革的饭 走开放的路 其实我觉得中国倒是还好 好在哪里 第一 我们有防火墙 刚才于凡老师讲到了 我们的确有防火墙 尽管我们金融市场是开放的 我们金融市在不断地开放的 我们有防火墙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刚刚成立了中央金融委 然后在原来的银保监会的基础上 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集 我们就可以防止这种监管的空白 监管的套利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形成的 一委 一行 一局 一会的这样一个格局 我认为会有利于帮助我们防控风险 刚才刘英讲的还有几位观众提的问题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在美国和欧洲在加息的过程当中 他们通胀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经济下行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时候千万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不能吃错药 就是谁生病谁吃药 生什么病吃什么药 欧洲美国得的是通货膨胀病 通货膨胀病 所以它应该加息应该紧缩 这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下行 甚至有点通货紧缩 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去稳增长 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仍然将持续地加息 在不断地加息的过程中 可能美国的自身抵抗力很强 但是它有可能会引爆欧洲的危机 乃至亚洲或者更大的危机 包括美国在加息的现在的前提下 我们中国央行的操作也更加受到了 就更加两难 而且我们最近刚知道 就是我们降准只降了0.25% 这其实就是由于美国加息的影响 中国央行手里的牌 它越来越难打 所以中国经济怎么复苏 真的是一个很大大的难题 您觉得它是在起人忧天吗 它是在过分担心吗 我觉得不是 15年前的时候 我们当时心里想说 美国有这次金融危机 不用担心 美国会熬过去的 但是熬过去了吗 当时也有乐观派 也有悲观派 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熬过去 所以你看15年后的今天 美国突然发现了 赵凡说得好 不要低估市场的力量 但是我更亦相信 胡刚刚刚的提醒 市场关心的往往是短期的利益 当市场失灵的时候 这次看到了 美国跟欧洲的政府也要出手 而在出手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 你救了这个不救那个 你怎么来面面俱到呢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金融危机 给我们上的最宝贵的课就是 永远不要看表面的繁荣 在繁荣的背后所隐藏的泡沫 可能往往是藏污纳购 感谢格力的一些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